好,微分方程式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当然你看到你就会知道说 OK,那它跟微分一定有关 而且它是一种方程式 那常微分方程式呢 代表说呢 它是只有一个质变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微分方程式好了 我们从前在国中的时候学方程式 比如说s平方加y平方等于1 这是一个圆的坐标方程式 那如果我们写说3s加2y等于5 这个是国中的解连立方程组的时候 比如说3s加2y等于5 2s加3y等于6 那各位一定会解 那那种就是方程式 单一条就方程式 那很多条就方程式 那微分方程式呢 就是说跟这个有点不一样 这边都只有加法跟乘法 变数之间的加法跟乘法关系 这种称为一般方程式 那里面如果是有一次微分 二次微分 这种东西就称为微分方程式 OK 所以我这里有y'加2y'加2y'加2y'加y'等于1 这样有一个二次微分 又有一个一次微分 接下来有一个没有微分的 那当然这里所谓的y'其实是指队x这个置变数的微分 也就底平方s分之底平方 底平方y 那这边是底s分之底y 像这样子 如果你用莱布尼茨的写法 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但是有时候还是需要用到莱布尼茨写法 那比如说y'乘以z'加z'乘以y'等于5 像这样也是一个微分方程式的例子 只不过这个比较复杂 又有z 又有两次乘一次的情况 那如果说微分方程式里面只有一个字变数 也就是比如说通常写成s或写成t 那这种只有一个字变数的情况 就称为常微分方程式 那其他的变数都通通都可以写成s的函数 比如说y of s z of s f of s 其他的变数其实都是一种函数的话 那我们就称为常微分方程式 那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字变数 也就是说s和y之间其实是没有关联 没有函数之间的关联的 那sy之间没有关联的时候 那又有其他的微分方程式 比如说z w这些的微分式的话 那就称为偏微分方程式 那一个常微分方程式 中最高微分次数称为接数 那以下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那我们说过我们接下来会越来越用意识流的方式来讲 所以你这边我们还会稍微慢一点 那后面的话 讲到应用的部分就会很快 那一接的常微分方程式 就是在这个y因变数上面呢 它是一次微分的 这叫一接 二接的呢 这个y是两次微分的 最高次项是两次 这是二接的 那三接的 最高次项是三次 这叫三接的 那这个最高次项 这个叫接数 不是次数 是接数 那常微分方程式的次数叫degree 刚刚那个叫order order是接数 那degree是次数 degree是指最高向 最高阶导数项的次方数 比如说这个最高阶导数项的次方 没有写就是一次 那最高阶导数项这个 它的 哦 这里写错了 第二个还对 第三个有问题 第二个呢 它是两次的 第三个这里应该写三次 三次方 那就是三次 所以是最高阶导数项的次数 的自乘几次 那个称为它的次数 那如果我们说一个方程式是线性的 那是指说那个方程式的因变数 的次数 只有一次 那比如说 s加3y等于5 这个我们称为线性 方程式 那各位 各位可能下学期或 下下学期会有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就是在讲这个 就是很多个变数 然后相加 相乘之后的一些方程式组合 怎么样子求解之类的这种问题 举正相乘之类的 那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线性的 为什么叫线性代数 因为 的因变数全部都只有一次 那 如果今天是s加3y平方等于5 这个y有平方的 这个就不是线性方程式 它变成二次方程式 那如果今天呢 是对 常为分方程式而言 如果它的因变数 yz的次数都只有一次 那这种方程式就称为一个 线性常为分方程式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这是线性常为分方程式 那它说 因变数的次数只有一次 因变数 现在s是自变数 那y是因变数 所以y只有一次 所以它是线性的 OK 那这里呢 y是两次 ys是自变数 y是因变数 y是两次 那这就不是线性的 常为分方程式 它就变成非线性的 常为分方程式 那一个常为分方程式 如果没有任何一项 只包含自变数 而没有因变数 那这个常为分方程式 我们就称为是其次的 就是没有任何一项 只包含自变数 然后没有因变数 什么叫只包含自变数呢 就只包含s 没有y s是自变数 其他都是因变数 那有一项只有s的 那这就成为非其次的 那如果都有y 都有y 或者是都有非s的项 那这就称为其次 那就其次的是homogeneous 非其次的是inhomogeneous 好 那为分方程式呢 也可以写成莱布尼茨的表示法 像这个y'或y' y'就可以写成 ds分之底y 那像这样子 y'等于s平方y 你可以写成 ds分之底y等于s平方y 那你再把s移过来 ds移过来 这样 有时候这样的一项 对我们计算会很有帮助 好 那之后会看到 那像这个y'加s y'等于sine 这个如果你把它写成 莱布尼茨写法 就ds分之底y的加sy平方 然后等于sine 那你再把它一项 就会得到 这里应该sine也要再乘一个ds才对 好 那所以呢 微分方程式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例子 一些微分方程式的例子 像这个其次的非其次的 这些都是微分方程式 线性非线性 这些都是微分方程式 那但是问题是 微分方程式 你要去解它 就好像我们在解那个 3s加2y等于5 s加3y等于3 像这种 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解 对 两条线交在一点 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解 那即使是只有一条线 那那个方程式 你也可以写出一个算式解 那但是呢 微分方程式的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说带入之后会满足方程式 其实解都是这个意思 带入之后会满足方程式 那这边举一个例子 Y等于sLN绝对只有s 它四方程式 y'-s y'-1 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带进去看看 这个y'是什么 这y等于sLNs 它的y'就是前面LN乘以后面 再加上前面乘以后面' 所以是变s'lns加slns' 减掉s分之y y又是slns 所以把y写上去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变成s'变成1 所以只剩下lns 那这个呢 这个lns'变成s分之1 所以s'变成s分之1 变成1 所以就是变成lns加1 减掉后面这个s削掉 所以只剩lns 最后发现这两个削掉只剩1 所以它满足这一条式子 我们把它带进去之后发现它就是1 所以它满足这条式子 那这样的东西呢 就称为微分方程式的解 好 那微分方程式找它的解到底要干嘛 我们找出这个解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哦 原来满足那个微分方程式的 其实是那个函数 那那个函数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后面会用电子电路的很多范例来解释 所以我们先暂时先存这个疑问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那y'减掉y等于0 它的解应该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先告诉你答案 它是ces次方 那你可以验证哦 因为我们虽然还不会解 但是我们现在会验证 为什么 因为你会微分嘛 你把这个带进去 然后微分两次 那你可以看到ces次方 微分一次还是ces次方 那因为1的s次方是微积分的单位元素 那微分两次还是ces次方 所以ces次方 微分两次之后还是ces次方 相减当然是0 所以它满足这一个常微分方程式 所以它是它的一个解 好 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 找出一个常微分方程式的解 这是我们这一张主要要看的 但是我们不会讲太多 我们给几个例子 就好了 那第一 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分离变数法 其实分离变数法 或许我们叫它积分法 会更容易 那什么叫分离变数法呢 就是把它换成莱布尼茨写法 把ds和dy各分在一边 s和y各分在一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想求常微分方程式 y'等于s的解 那 那 这边我们还给一个编辑条件 y'等于0 ok 那 我把它改成 莱布尼茨写法 y'等于s 其实就是 ds分之dy 等于s ok 那我把s归到一边 就是 dy等于sds ok 好 那s归到一边 其实就是积分 积分的结果 s归到一边 就是两边一起积分就对了 两边一起积分完 这边变成 积分底y 这边呢 变成积分sds 所以这边积分底y 其实就是y 那 这边呢 积分底s sds 那就变成二分之s平方 ok 记得 那个 这个叫做 不定积分 后面加个c 不定积分 后面加个c 好 代表说 所有的c都符合 好 所以呢 我们得到的解就是 y等于二分之s平方 加c 这个 就是 这一个 y等于s的解 好 那你可以把它带进去试试看 它符不符合 y等变成 2s 乘以二分之一 变成s 加c 所以对 y等于s的解 是这个 好 那 这个通常叫做通解 就是因为它常数不定 所以 它是一个通用式 通用的解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特解 就必须要把边界条件带进去 这个边界条件 像y等于0 就是说 当s等于1的时候 y等于0 好 那s等于1 y等于0 那你把它带进去 好 y等于0 这s等于1 2分之1 乘以1 加c等于0 那会得到什么 0 等于2分之1 加c 那c就是-2分之1 把-2分之1 带回去 那就知道 y等于2分之1s平方 减2分之1 这个 就称为 这个 微分方程式的特解 因为它把边界条件 也带进去 好 那这种称为特解 好 所以 如果比较正式的讲 分离变数法是什么呢 分离变数法就是 我把 sy拆成 两部分 把整个函数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只有s 另外一部分呢 只有y 或者是yplank 那它的 这样的成绩 那你 你就把 这个方程式两边各取积分 各取积分的结果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这边是这样子 那y的部分取积分 变这样子 那最后0的积分呢 会变常数 c 那 当你这样取完之后呢 因为这个底 这边是yplank yplank变成 底y分之 底s分之底y 乘底s 积分 起来 这s会对销 所以就变成qy 底y了 那 这变成一个s和y的关系式 你就可以解出来 y到底是多少s 然后再带回去 这称为分离变数法 那 再看一个例子 求偿为分方程式 yplank等于s y平方的解 那 一样改成莱布尼茨写法 像这样 yplank就 底s分之底y 然后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 那 那 这里 要把 先把y分一边 s分一边 y分一边 s分一边 ok 所以y呢 这边 y两次方 移过来 变成y负二次方 这s呢 移过去 就变成 在上面 好 那接下来呢 两边各做积分 各做积分 那积分之后 记得加个c 因为是不定积分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就会看到 ok这个的积分呢 是-y的-一次方 这边的积分呢 是2分之s 平方 加c 哪边 这个吧 有哪边有问题啊 y的-二次方的积分 不会忘记了 哦 没事啊 哦 那 那这个s的积分 应该也不会忘记了 哦 s平方的积分不是2s吗 不 s平方的微分不是2s吗 那 s的积分不就是2分之s平方吗 所以 ok 好 那 所以其实你就是去想 他微分 谁的微分会变他嘛 就是他的积分嘛 ok 谁的微分会变他 好 那最后得出来的 的积分完的结果 就像这样 那你就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好 那 回复y的圆形 就会变这样 好 那这是 啊 变 分离变数法 好 所做的 好 好 那 那 这边再看一个例子 如果 y'等于y-y平方 那 这个解到底是什么呢 它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呢 这里有很多y 那你就先把它分离变数 因为这里 几乎全部都只有y 把它整个全部移过来 那就变成 y-y平方分之y'等于1 好 那两边做积分 两边做积分 你会发现说 ok 那这边的积分 跟这边的积分 这边积分就变S了 这边的积分呢 就变这样 好 那这样用ln的话呢 可以把两个变成相除 变相除 那接下来呢 两边都各取 1的S次方 好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 最后呢 你就会发现 y-1分之y 是这样 ok 那 如果我们把 1的C次方呢 看成一个k ok 反正都是常数 1的C次方看成一个k 那就直接写成k1X次方 ok 正负 正负1的C次方看成一个k 变k1X次方 那这样y呢 就等于是k乘以1的S次方-1 分之k1X次方 那你可以再稍微排列组合一下 变成这个-1再加1 不变 那这时候把1提出来 这变成1加k1X次方-1分之1 那这个y 就得到解 好 那这个就是分离变数法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不只是 很简单的case 好 像这个case 就有点复杂 这个case感觉有点复杂 它还是可以用分离变数 只要你分得出来就可以 好 那其他的部分呢 有些更复杂 那微分方程式是应该在工程数学里面讲的 我们今天只会讲一点点 那比较复杂的 像奇事长系数的 那它也是可以 最后转来转去 变成分离变数法 再去解 但是 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固定的解法 好 它会 要视情况而定 那这边我们就不看 我们 重点要看这里 好 因为 当你 学完微积分 到底微积分 要做什么用 好 所以 这里我们要给各位看的是 当你在做电路分析的时候 就会用到微积分 为什么呢 各位 各位 应该不是高职毕业的 有高职毕业 有些人 有没有电子科 有电子科了 有电子科了吗 OK 电子 高职电子科 毕业的话 对这个就会很熟 那如果 又有电机 电机应该对这个也很熟 好 所以如果电子电机的同学 应该这边 会比较 熟悉 那如果是普通高中的 这是物理 这是物理 化学的话 那 化学的话呢 蛤 好 请说 只这个电子 OK 了解 那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R 等于不出于I R是电子 我没有说V是电子 我这边数学式是指跟他有关的数学公式 不代表前面那个一定要是他 好 像这个电容 Q 这个Q也不是电容 C才是电容 OK C才是电容 这个Q是 是那个 真正能够电的容量 OK 电容里面的电 电容量 那 所以呢 我们并没有说前面第一个字一定要是 前面这个元件 OK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 坐下 Hum 可以 我会拿到 两个字幕 这边 我会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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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